節目開始上菜囉 記得要訂閱 十一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喔 不嗆不辣不上桌 人的一生當中總會有那麼幾次 單戀 暗戀 暗戀 很虐心 很糾結 很糾葛 很糾纏 有的時候在單戀的時候也開心 因為你偷偷地去看著你喜歡的人 你就開心 心裡暖暖的 真的有一個好處 電視台有時候門口會有很多粉絲 粉絲會找女藝人拍照 有時候我們經過 他們好像施捨我們一樣 就順便也說拍一下 我說找我拍 你不是在等LB嗎 等LB 等他幹嘛 我跟他分手了 我發現單戀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今天現場的來賓也來了一些 有單戀 然後心酸的故事要跟我們分享 我們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來 歡迎 Ian 國賢 來 金老國賢 好 我們的劉昕宇 還有男餅乾 還有家瑋 這個單戀真的是會讓自己 午夜夢迴的時候 那一份痠 那一份痛都還在 可是妳應該不會有單戀這種事吧 我已經結婚快二十年了 我已經忘了暗戀的感覺了 有一種比較暗黑的情況 就是跟老公出去應酬 可是老公的朋友長得高大體 你這個好黑喔 你這個跟 跟我的人生差距很大 我們不走這個路線 有沒有這種可能 沒有 一個瞬間心動一下 可是礙於社會規範 因為你不能越過道德的邊境 沒有 可是有時候難免的 有時候跟我老婆出門 她的閨蜜 我會心動一下 但是我會壓抑 我會壓抑 對 你會心動 你看著芽芽的閨蜜會心動 你不會嗎 你不會嗎 你沒有對你女朋友的閨蜜心動過嗎 不會 接你的梗子 沒有 心動歸心動 不行 我們要講心動這件事情 日常生活當中 太多人會讓我們心動 是 心動OK 不要衝動 對 沒錯 我們說這句話就是禁句了 我們要請來賓來分享一下 就是每個人單戀 你知道嗎 談戀愛的時候就會變私人 單戀的時候也會變私人 因為感觸就很多 感觸一多就都會有金句 對 我們的金句是這樣 因為最近不是有一部韓劇 在Disney Plus 對 那個叫做 單戀原生帶 單戀原生帶 非常轟動 沒錯 然後吸引 你有沒有看這種東西 我是看我們的腳本 11點熱草店的腳本 我們節目腳本 所以 所以我知道有這部戲 然後很多女生來討論 裡面很多金句 所以我們等於監用裡面的金句 然後來呼應我們來賓自己的故事 是 對 非常地特別 我們來看看大家的單戀金句 是什麼呢 來 可不可以你剛好也喜歡我 超悲傷的 不是 你不覺得聽起來很心酸嗎 我很不行 不是 因為你知道就是 有戀情如果是單戀的話 那你又不知道對方是不是 真的喜歡你的話 你會不敢開口 因為如果是真的是那種 像是那種很好很好的朋友的話 如果你不小心開口 要不要在一起 但對方其實沒有那種 心意的話 對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對 他就會嚇到 然後你們的友情就會從此生變 所以你就會就是想說 到底可不可以講出這一句話 還真不怕被他拒絕 對 是怕會失去他 對 永遠看不到他 就連朋友都當不成 那就很可憐 我的金句是 我的自戀來自於過去的 這句話滿有哲理的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都看到我 他都說 國賢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人 滿自戀的 為什麼我會自戀 對 因為主要是來自於 我過去我都是一天一點愛戀 每日每夜都失眠 就是你去暗戀一個人 你會讓自己很痛苦 就是說你只是會陷在裡面 當然在當下你會覺得說 單戀 我只要看到這個人 我就覺得很幸福 很開心 後來我發現可是 到最後 因為都沒有好結局 因為畢竟都只有我這邊 單方面付出 可是他並沒有感受到 他或許有感受到 但是我 因為一直沒有開口 他也不知道說 他到底能不能接受 就變成說這個東西 就一直在自己心裡面 感覺好像有內傷的感覺 之後我就發現 可是你到了這個年齡一直愛自己 會不會以後都沒有機會有 不會 找到另一半了 該投保的我們都投了 對啊 也不用擔心了 對啊 你現在有沒有戀愛的對象 目前有 目前有 那個人是圈內還是圈外 圈外 圈外 是真的一個人嗎 是真的 好漂亮 我請問你 我擔心你 我們擔心你 他差你幾歲 還在裡面 有20歲 因為你剛剛好想知道 沒有啦 沒有不到20歲 15歲 16吧 差你14 差不多 差不多啦 一塊40了 你會算數嗎 他好算好不好 不是 他40 快六十坐你旁邊那一位好嗎 不是 什麼 我擔心你 十盤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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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來 佛爺 像我的禁句就是 你想回來就回來 我都住原地等你 因為太可憐了 還不行 我認為 就什麼屁話 沒有 我認為 我認為就是 但念是還沒告白 還沒告白之前的事 對不對 所以但念 但是就是他有一天回來 就覺得 好像回家一樣 我還是同一個地方等他 所以一樣的 就是跟之前一樣的 問題是他知道你在等他嗎 不知道 所以但念 就是讓他去玩一玩 再回來就對了 對 他要去看到外面的世界 是 所以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都等多久 就是等到之後我的 就是我的 就是天明男子 就出現我一次 天明男子 天明男子 天明這樣子 對不起 如果從天明下來的話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來 妳的 金句是 我的金句就是 最極致的愛 不是擁有你 而是 祝你幸福 露營不是來講幹話的 妳這個 真的嗎 真的 這個很大方 沒有選擇妳的時候 他跟別人結婚了 妳會真心祝福 會 我會真心祝福 我才不相信 會啦 就是我還是會 心裡會難過 對 會難過 因為我有遇過那種 很喜歡我的男生 那我就拒絕他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我不相信妳不喜歡我 是因為我的家境不夠好嗎 還是我長得不好看 還是我怎樣 我就跟他說 真的沒有這個關係 就是我真的對妳 沒有感覺 然後他就說 怎麼可能妳還會跟我聊天 我說 那是朋友 沒有 最好的愛就是 我看著他幸福快樂 自己也會幸福快樂 而且 心裡真的會不一樣 會很開心 但我懂得這個道理的那一瞬間 死比受更有福 對 真的好開心 真想妳能獲得更多 對 Sharon是Karen Karen 什麼 要祝人家幸福不容易 一般都像 台語歌名寫的 愛妳不會就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不是這樣 你說很開心 算是還滿大愛的 對 對 來 妳的金句是 我的是 只要能看到妳 就像我們在一起 太免憾了吧 太免憾了吧 因為我一直很怕說 如果我這樣衝了 他不喜歡妳妳就會失去 然後如果你一直 鼓鼓鼓的話 你反而 他會討厭妳的 那我寧願就 那怎麼辦 寧願我就遠遠地看著他 因為像我之前 就有一個學姐 她跳舞非常厲害 然後我們班正好在二樓 我一往下看那個廣場 就可以看到她在練舞 那我因為我真的非常喜歡她 然後我覺得她 也不用 視力還沒有到那麼差 對 然後我就因為她 我還特別加入了國標隊 就我其實不喜歡跳國標舞 但是我為了我喜歡的女生 我願意去學 一個頭皮在那邊去嘟巴這樣子 對 然後在那邊這樣子這樣 在那邊扭 就是為了想說 有一天說不定可以跟 捷舞 非常好 所以就是為了想說這樣 可不可以更接近學姐 然後 然後可能有機會 可能跟她合舞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我就是默默愛著 我也不敢說 所以後面過沒多久之後 就有一個比較積極的學弟 就把她追走了這樣 敢把你就是不積極嘛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就是 我可能跟一般的朋友 我們聊可以聊得很好 然後幹話可以講一堆 我懂 但是如果我真的遇到 我自己喜歡的 我會縮掉 我就變成木頭了 就是我怕 我深怕我隨便講一句話 可能都講錯 那你就會對我反感 所以我反而就會整個大縮 縮到後面 沒有自信 完全就沒有機會 對 所以就變成 就是我只敢默默地看著她 會 有一個金句 就是那個女生 一直跟男生講說 我不會給妳機會的 男生怎麼回答妳知道嗎 妳不用給我機會 那女生就這樣 我槓上了是不是 妳準備永生永世 一直要纏著我 這壓力很大 對女生來講 想說我已經不喜歡妳的 妳還要纏著我 對 因為男生又相信第二原則 剛剛是第一原則 第二原則是 奇怪 我也覺得這個好像有效 有的女生 妳感覺就是說 她寧可下地獄 她也不會跟你在一起 對 可是妳不要氣壘 妳就每天纏她 時差慢打 纏到有一天 真的就愛上妳了 要看是誰 競程舞OK 要看狀況 但是 不行嗎 競程舞還會有 一輩子嗎 對啊 我覺得如果像我剛剛那個例子的話 我是真的這樣跟她講話 會不會是因為她纏不夠久 就是沒感覺 她長得是誰 真的沒有任何的原因 這個東西很難說 我是一個很靠感覺的人 然後我拒絕她 妳也算難伺候 重點是我好好跟她說 她還是不聽 她就是要一直纏著我 所以我在當下還就是 破口大罵 我非常大聲 然後很兇 我說妳要看到我兇是不是 我現在就兇給你看 這樣子還不明白 我如果真的難受 我看妳這樣子我會興奮 對 怎麼會 不是頭腦壞掉嗎 不是 對 如果她越氣 她越興奮 如果說我很溫柔 說真的不要了 為什麼那可能 她覺得妳反應會這麼激烈 就是有希望 對 因為以前 怎麼可能 以前阿貝勒迪經常能夠 一針見血 就是這樣 因為她覺得妳反應這麼激烈 她表示說妳有感覺 妳如果沒有感覺 妳不會那麼激烈 對 對啊 所以為什麼 反應妳沒感覺就是以毒不回 妳根本不會出現在她面前 跟她講 浪費口舌跟她講話 家瑋 妳會不會有一天午夜夢回 門心自問 有可能 真的 不可能 我覺得這是情緒的問題 情緒就表示而已 表示了一切 妳如果真的鐵石經常 吃了蹭鎖鐵鎖 妳有辦法對著鏡頭 就跟她講嗎 妳跟她講啊 講名字 公布 我跟你說 我真的沒感覺 我就真的不喜歡妳 妳不要再糾纏我了 老天爺給我的感覺 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不了 我怎麼樣 阿中 妳有聽到嗎 阿中 阿中 現在在跟妳講話 什麼阿中 阿中 阿中 阿中是誰 阿中不是那個 阿中 來 阿鵬 劉欣宇 欣宇 對 我的金句是 不想失去妳 就當妳最好的朋友 如果暗戀的對象 朋友當得下去嗎 要不我是當不下去 對 對 可是有時候 怎麼說 我覺得是很多擔戀人的心情 然後也是我那時候的心情 妳也有擔戀過 對 妳流行語妳還需要擔戀 對啊 對啊 妳喜歡我馬上就答應了 學長 然後就是為 就是兩個人都不敢說出口 就是我們想要一直當朋友 那就怕說出口 我們就不會再是朋友了 所以因為想要一直當朋友 很老實 妳聽得懂嗎 她的意思是說 她的意思是說 是什麼意思 妳剛剛講的什麼意思 對 妳這樣好像妳聽得懂一樣 妳不是說妳要翻譯 不要鬧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你剛剛講的什麼意思 就是選這兩個是愛戀 單戀 人家是要用白話文翻譯金句 妳講的那個白話文 比金句還難了解 所以什麼樣 就是你們兩個默默的曖昧 簡單來說就是 對 就是 真的 妳現在向觀眾自己看字板是嗎 好難懂 所以欣宇是妳喜歡她 有一種感覺 對 我喜歡學長 妳沒有表白 妳沒有 我覺得那個學長也喜歡我 因為她有一些舉動是 就是一些無為不自的照顧 然後也會有些曖昧的 讓我有一些曖昧的感覺 會不會是妳自己幻想 她的曖昧的舉止 我還需要幻想嗎 所以妳沒有跟她表白 沒有 因為就想要 因為很怕表白之後就不是朋友了 同樣的她也這樣想 妳們就互相 互相都這樣在猜想 對 沒人敢跨越那一步 對 就怕跨越那一步 那她什麼行為讓妳覺得 她在對妳曖昧 就是譬如說 我們大家一群朋友 大學朋友一起出去 她會 是不是很曖昧 這個就是很曖昧 我也對妳有興趣 會不會因為妳比較瘦她 想省油 她朋友是多胖 可是因為妳應該會知道 因為妳們彼此會有一些眼神 可是她有女朋友 那妳是要早講嗎 妳的前提要講清楚 對 有女保護 有的人講話避重就輕 對 其實 不是她不會表達 當妳覺得妳聽不懂的時候 就表示她在隱瞞什麼事情 真的 搞問題她有女朋友 妳是小三 不是 她們沒有越線 我沒有越線 對 如果妳表白的話 妳就是小三了 對 她會吃 她有一種方法 她的女朋友是 有方法嗎 沒有方法 她那個女朋友是妳認識的嗎 不認識她們是遠距離的 所以我也不認識 大家都不認識 還有一種 算了這個不能亂講 可以 要講一下 想一下 好想聽 因為這個 她們沒有結婚嘛 沒有沒有 而且妳們是 她們是遠距離 那時候是大學時期 對不對 所以還是學生時代 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 沒有婚姻 沒有家庭的前提下 如果你跟一個學長 常常 朝日相處 妳對她有感覺 妳感覺她對妳有感覺 但是因為男生都不想當壞人嘛 所以可能她跟她那個女朋友在一起 因為是遠距離 她也不好說分手 因為她也不確定妳這裡是怎麼樣 因為男生不喜歡做不確定的事情 所以妳就要開門見三點講說 學長 我對妳其實 是有 比友情更深的 感覺 可是我知道妳有女朋友 所以我 妳根本不是閨蜜 妳就是工具人啊 對啊 而且最後就是要把妳炸乾 然後拿妳的錢 然後... 妳現在聽到就覺得 工具人還比較好聽 妳根本就是酒客 什麼酒客 什麼酒客 結果就裝忙 你為什麼不喜歡我 然後就真的哭了這樣子 那妳有倒在她身上嗎 還哭啊 我哭了 小姐 照看白眼 我的天啊 你到底懂不懂男人啊 等一下 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支持十一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十一點熱炒店 妳有女朋友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這樣子跟你 朝夕相處 然後對妳沒有感情 那我們還是 等妳有一天 等妳有一天 如果妳覺得 這個好厲害的花子 如果有一天妳覺得我 妳可能對我也有這些感情 那妳先自己處理好 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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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先 就是先 妳知道嗎 讓她自己先去想 因為妳要把球打回去 她要想 她如果對妳有感情 那是表示她對她女朋友 就不是那麼有感情 那她自己會去處理掉 好厲害 妳為什麼要白白地當小鈴鐺 妳就拿金老伯爺那個板子 想回來就回來 我在等妳 對啊 然後來妳那個學長 跟她那個女朋友怎麼樣 後來我知道的是 其實我愛錯人了 我單戀錯人 是因為那個學長 她就是一個 中央空調 她對很多學妹都是這樣 那不行 那是可能是不同圈子的朋友 好險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她最渣的是 她不只是中央空調 她還讓她那時候那個女朋友 去墮胎什麼的 天啊 那還好妳沒有表白 對 我跟她講的方法 妳不要聽了 不要聽了 不要聽了 她遇到對的人 算了算了 不值得 這又是另外一個課題 妳的半天終於表白了 結果發現對方很不OK 對 然後就想說 那這幾年我在幹嘛 為她流了那麼多眼淚 戳脫歲月 對 好 這個每個人 都有每個人擔戀的心酸故事 我們一條一條來看 是 如果是寫到妳的自己認領 來 認領 這一條是什麼呢 這一看就知道是馬國賢 不是 你從一開始 你不要從前面看的吧 你亂講 只有你會幹這種事 對 只有你會講 卻 但是第二句話很有玄機 卻等不到你說分手 什麼意思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一個女生 我其實我對她就是很 我第一眼看到她說 我就覺得這個女生非常有氣質 然後我就很欣賞她 然後那時候 剛開始我本來以為她單身 但是我沒有問 然後我是從她周邊的朋友 得知她 有男朋友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說出口 那我就一直跟她 保持一個很良好的關係 是像朋友一樣這樣子 那後來久了之後 我就發現就是說 因為我其實我跟她在一起 我單戀她大概差不多 我就發現 滿久的 滿久的 而且這三年當中發生很多變化 我從看她從學校畢業之後 畢業開始她薪水可能只有兩萬多 然後我就幫她去介紹工作幹嘛的 然後一直到她 後來一個月薪水已經有到快十萬 然後她中間她去看車子 想要買房子 我幾乎都陪著她 她人生第一台車是我陪她去買的 她人生第一棟房子 也是我陪她去買的 而且她那時候就是 那你還幫她出錢 錢不夠 然後她就說那這樣子 妳這邊有沒有一些現金可以借我 天啊 因為那時候 可以透露一下金額嗎 妳借了多少 我那時候大概借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也沒有很多錢 所以我大概就借了她 很多 她有還嗎 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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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不是你誰 又不是老婆 又不是女朋友 而且她跟我借錢那個時候 是我們就差不多已經 差不多接近尾聲的時候 就差不多 兩年多之後 那她為什麼不跟她 當時的男朋友借錢 我有問她 我說為什麼不跟男朋友開這個口 她說她男朋友是上班族 賺沒有那麼多 可是 可是我說 因為我當時 我其實也是上班族 但只是說 因為我那時候有做一些斜槓 我做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我兼三份差 所以我賺得比較多 所以她就說 妳可能比較就比她有 那妳就 那我說我如果比她有 那妳為什麼不跟她 分手 但是我這兩個說 跟比較有的人在一起 對 為什麼不這樣 對 但我那時候我說不出來 因為我覺得 你心裡面有在閃閃 我心裡面有在想 那我出不出口 我自己的OS 我說那妳如果這樣的話 妳怎麼不去跟她 對啊 妳不做餓不休 對 所以我幾乎從她 知道有男朋友這個事情 其實我就一直在等 等待的這個機會 就是說 因為我 看過很多身邊就是有 有些人分手之後 馬上就跟另外一個在一起 那我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跟時間 始終等了三年 我都沒有等到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因為 應該是說到後來 因為她有車有房了 然後她男朋友 還是什麼都沒有 可是她說 她真的很愛她男朋友 因為我 她等於 我們後來有點像閃蜜那樣子 然後就會一直聊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真的很愛這個男生 小愛妳想說什麼 沒有 妳根本不是閃蜜 妳就是工具人 對啊 而且最後就是要把妳榨乾 然後拿妳的錢 妳現在 妳現在聽當然覺得 工具人還比較好聽 妳根本就是酒客 什麼酒客 什麼酒客 就是酒店妹有沒有 那個剝皮有沒有 剝皮療 對 她就是要妳的錢而已 剝完了妳就可以走 剝完了 可是她有還她 沒有 她有還我 當然 因為她當下缺錢 她買車用她的錢 買房子用她的錢 然後跟她男朋友 愛的小車 愛的小窩 對不對 人家在背後怎麼笑妳 妳知道嗎 用妳的錢 然後一起住在一起 然後一起坐在妳那個小車車裡面 都是用妳的錢 可是現在想當然覺得 當時很笨 可是當時那時候 在當下的時候 妳會覺得說 我看到她開心 就是妳看到 她開心的時候 妳會覺得很開心 事實到如今呢 她們結婚了嗎 後來她其實 她後來結婚了 她們結婚了 她們結婚 婚禮還是 妳出了錢 不是 沒有啦 不是 生氣病 她出錢了 她當婚禮主持人 更妙的就是 因為那時候 我就知道她結婚了 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了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 我不能再跟她有聯絡 我就跟她說 我們就可能就是 只能到 就是我們朋友的關係 大概只能到這裡了 就說那妳結婚之後 我就祝妳幸福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之後 就再也沒有聯絡 但後來我知道她結婚了 那時候我一直以為 她是跟原本的那個上班族結婚 結果後來我又從朋友那邊 輾轉得知說 她結婚了 但是不是那一個 她突然嫁了一個 還滿有的 還滿有的 比妳還有 比我有很多 有很多 對啊 嫁得更好 她真正要 對 嫁得更好 她真正要得 妳那個錢就白借了 對 她跟那個男朋友分手以後 她也沒有回去找妳 對 就是 小愛講的 那就是工具了 妳就是工具了 對 當作她的跳板 就是她選了一個 她愛的可是比較窮的 然後你就協助她錢 讓她還是可以跟這個 她愛的窮得過一個 不錯的日子 後來她發現說 這個窮她已經不愛了 她也沒愛妳 她就再去愛妳 再另外一個更有的 更有 對 我跟你講人就是這樣 因為這口氣我猜 我猜妳厭不下去 妳應該趁她現在有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已經給妳30萬 妳老公這麼有 弄個300萬 給賢哥花花 這種話我說不出 妳說不出 妳說不出人 到這個捷骨眼 起屁面了 起屁面 也不用這樣子 祝她幸福了 不會 獅子說很大方 她就 算了吧 祝她幸福 好 我覺得妳的戀情的路程非常 妳現在不是有女朋友了嗎 妳就跟她講說 我現在也有女朋友了 我們要婚禮 她去講這幹嘛 妳可不可以贊助我30萬 神經 對 算了 過去就過去 我跟你講妳們都太 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不會 妳會修成正果 妳會有好姻緣 我希望是 這是一個好的輪迴 你是一個好人 她是一個好人 我們要為她加油 來 我們看看 單戀 內心故事 第二條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 如果怕對方如果不喜歡你 你講出要不要在一起 可能怕會尷尬 之後連朋友都當不起來 那真的很尷尬 就是人家講的說 捨不得 就是想說要前進還是後退 你就會卡在那邊 那就乾脆就 就乾脆就都不要講 就是維持原狀 然後像這個男生其實 我喜歡他 就是其實很久 快10年耶 因為我們是國中就是 國幾的時候 大概國二 國三的時候吧 妳們也是很早秋那種 對 耳力奧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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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青梅竹馬 因為我們就是會玩在一起 然後這個男生其實 他長得非常的帥 他是那種濃眉大眼 功課好 對 功課好 又會打籃球 是校隊的那一種 那很不得了 對 然後 我從小就是 跟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女生只有我跟他是最好的 然後我就會一直 就是一直覺得他很帥 但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喜歡我 因為他表現的就是很像哥們那樣 所以你也不覺得我 跟他會有什麼關係這樣子 然後就到了高中的時候 我是去讀女校 然後他讀男校嘛 我們就分開 然後就有一天 因為女校不是都很喜歡講八卦嗎 然後我們就集在一起 然後那個女生同學就問我說 小燕妳有沒有喜歡的人 或是妳有沒有男朋友 講 我就說 沒有這樣子 因為就是沒有 因為真的就是沒有 對 然後但是 我覺得他們就問說 那妳有沒有就是還不錯 就是身邊有帥的男生朋友 然後我就突然心裡想 因為那時候也沒多想 我說有有有 然後他們真假的我要看照片這樣子 然後我一拿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很後悔吧 為什麼 因為就拿出來 然後那些女生就說 大家就喜歡 對 說他真的很帥 拜託妳介紹給我 然後那些 他們要妳介紹 對 因為他們就覺得 反正妳不就是朋友嗎 而且 對 妳們又沒有要在一起 反正妳不要人家夾去配也是人家的 對 他們就說反正妳也沒有要幹嘛 那就給我們介紹 說不定我們可以就是當成男女朋友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一直想要認識 然後其實裡面有一個女生 她算是校花等級的 糟糕了 對 然後那時候她就問我說 小愛妳可不可以拜託幫我簽個線 我覺得 我其實以前就有在注意這個男生了 對 她叫我幫他簽線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就 硬著頭皮介紹 對 就硬著頭皮 但其實我真的不想要介紹 但我就幫他們簽線 然後就是跟他們約出去這樣子 然後直到有一天 就是那個男生朋友其實還是跟我很好 他就說 走啊 我們出去吃飯這樣 跟很平常一樣 然後吃完飯的時候 我們就走… 然後到一間飾品店 然後她就說 小愛妳覺得 這條項鍊好看嗎 會不會適合小美 小美就是那時候的校花 校花 對 校花的名字 從她口中吐出小美兩個字 妳整個 心都涼了 天旋地轉 我就想說 妳為什麼要送項鍊給她這樣 妳這個時候還有一次機會 因為她們還沒有真的在一起 項鍊 妳們兩個單數在一起 還沒買單之前妳都還有機會 妳那個時候都有機會 妳如果勇敢一點 妳就是妳的了 對 我那時候還想說 我是不是要趕快講出這一句話 但是我要講出這一句話的時候 她就說 對啊 我就說 太晚了 你知道更慘的是 因為我是她們兩個人的好朋友 所以她們出去約會的時候 她說 那妳就一起來吧 天啊 妳還有眼神在看嗎 她們的心比翼 太殘忍了 她們就在我面前 比被地獄的烈火吞噬還痛苦 對 我就想說 幹嘛找我出去 但我又就一直 我前面其實有說不要不要 但後面一直躲也不是辦法 就其實 然後他們就會在我前面 就是做一些親密的舉動 就覺得 好 真的 真妖獸 對 我喜歡的男生 竟然就是跟別人在我 就是在前面做一些牵手 對 我就覺得天啊 本來可能還沒有那麼喜歡 我跟妳說 看了她這樣的時候妳突然說 我好愛她 對 而且這時候 為什麼這個人不是我 這時候就會幻想小美是我 對 因為那個年齡 就是少女情懷 對 妳就會更 妳得不到妳就會更想要 打開始計謀毒殺小美 妳得不到就更想要 然後在妳腦海裡 妳就變成一個真正的受害者 對 但其實 是妳自己搞出來了 對 但 就是其實這一出劇 就是我自己就是親手這樣子 把它促成的嘛 所以就真的也沒辦法 後來呢就是 他們其實在一起真的很久 就是到了大學畢業之後 他們好像就是還在一起這樣 然後直到有一天 那個男生就跟我說 他要出國去讀書了 後來就是我跟他朋友 我們共同聚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聊嘛 就是很愛聊以前什麼 國中高中怎麼樣啊 然後他就說 欸 妳知道他們分手嗎 他跟小美分手了嗎 之前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耶 然後他就說 那妳知道 他以前很喜歡妳嗎 我就說 太也就是 其實我 小時候真的是非常喜歡妳 然後 就趁著我們大家 一起去唱歌喝酒的時候 妳還去問 我就 妳真的是夠煩的 妳們就是多年了 妳們就是在一起 妳還問 她就是淹不下被拒絕的那一口氣 幾點熱炒店 然後他就說 那妳知道 他以前很喜歡妳嗎 蛤 蛤 因為他 然後他就說 對他就說 因為我都介紹女生朋友 給他想要當女朋友 所以他就覺得 那我應該也就是沒有喜歡他 所以那他就是也接受那些女生這樣 這個感覺我很離開 好難喔 因為他不敢講出口 因為他就覺得 我應該沒有意思吧 怎麼 如果有意思的話 也不會一直介紹 對 身邊的女生朋友給他 這樣子 那後來呢 那後來就是 妳有沒有趕快打給他 我跟妳說 就是聽了這件事之後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還是有喜歡他 我就想說 那時候剛好也單身 我就回去之後 我立馬要打電話給他 對 我就很急 想說終於有機會了 這樣子 然後一打電話給他 我就說 妳最近怎麼樣這樣 然後他一接起來說 我正想要打電話給妳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開心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準備要結婚了 好酷喔 所以他說 我準備要結婚了 然後而且妳聽到那個話筒 另外一頭 還會有一個人講說 寶貝妳在幹嘛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就很想要講出口 就是其實我也很喜歡 但結果他輸回來了 他為什麼要打給妳 沒有是我打給他的 可是他說他也正好也要打給妳 對 因為他跟我講說 就是他人生的大事 因為我是好朋友 對 他要跟我說 這一件人生的大事 那算了 就是沒有緣分 那在台灣還是在美國現在 他現在在美國 但偶爾會回來台灣 那祝福人家 他現在怎麼在美國看我們節目 不然妳跟他說幾句話好不好 不要 人家老婆可能也在看 還是祝福他一下 不行 祝福 這好 就是 祝福妳以後身體健康 然後頭髮不要 然後頭髮不要越來越凸這樣 因為他之後 後來變得頭髮越來越凸 所以妳就稍微釋懷了 對 沒有 就還是祝福他 還是很好的朋友 餅乾說他有同感 對 因為我以前在國小的時候 我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第一次有那種 一見鍾情的感覺 國小 小學三年級 你也是 太早熟了吧 小學三年級你還記得餅乾 怎麼可能 真的 那時候大概暗戀他了 七年左右 三年級到九年級 對 到高一 我都還默默地喜歡他 而且 因為我那個時候喜歡他的是 可能我們會 可能會捉弄他或什麼 但是其實 以前小朋友的捉弄就是 我們真的很喜歡你這樣 但是女生可能會覺得 你幹嘛一直弄我 你幹嘛一直弄我 就故意跑掉 然後在後面 故意跑掉 故意跑掉 會 會 我只是說你形容得很生活化 對 然後再來就分班了之後 就沒有聯絡 但是我們一直 我都還是一直很喜歡他這樣 然後過到了國中 就換學校了 我也找不到他了 然後 有一次 我在我的朋友那邊 我就說 他最近好嗎 然後他就說 他好像移民去國外了這樣 我說他移民去國外了 那 你有沒有他的什麼聯絡方式 然後他就給我那個時候 我們使用即時通 有一次我的即時通 跳出了訊息 就是他 就是接受了我的好友邀請 然後我們就加了 就開始聊天 我就說 聽說你移民到國外去 你去美國嗎 他說沒有 他在加拿大 我說你在加拿大 因為我姐正好就住加拿大 他也移民在加拿大 我就說你在哪裡 他就說他在溫哥華 我問你在溫哥華 你姐也在溫哥華 對 然後我就說正好下禮拜就暑假了 那我就買機票 我就飛過去找你這樣 然後因為 就這麼近 然後而且因為我也一直單身 他也都一直單身 就我們兩個完全都沒有 然後就是交任何的男女朋友這樣 我就覺得 哇那真的是天意 又在 我就飛過去了 然後飛過去 我就直接去他家 然後拜訪啊 然後或者去教會 就跟著他去 到處去 然後都聊天 晚上聊得很晚喔 然後再有一次 他就突然聊的過程說 欸 最近有一個男生在熱烈追求我耶 那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我心裡想說 這個是在試探我嗎 還是 聽起來像是說在刺激你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完了 如果現在是在試探我的話還是 我就講一個反的 我就說 終於有人要追你了 不然 對 你幹嘛要口是心非 這個就是 假裝你不在意 明明吸你的滴血 在戲裡面會發生呢 錯過就都是因為 對 然後我後面就密他說 那現在怎麼樣啦 然後他就說 他在一起了這樣 然後我才突然就一陣難過 就覺得 我當初我幹嘛要這樣 然後我後面 我就自己行李收一收 我就自己飛回了台灣這樣 哇 你這個成本花得很大 但是後面就是輾轉得知說 他分手了 但是因為他在交往的過程中 其實我有試圖的要密他 但是他把我封鎖了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他要把我封鎖 因為男朋友會吃醋 過了沒多久 那個封鎖他解除了 解除了 然後我就說你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他分手了 分手了 然後分手了 他那個時候就飛回來台灣了 然後就說 你要表白了吧 有機會了 那等於有一點 就是可以再去前沿 你要表白了 對 再去前沿 只是那個時候我有女朋友 所以 用分掉 這裡都這麼不好 沒有緣分 沒有緣分 對 然後再來他的下一任 他就結婚了 所以他都結婚了 事實上如今他也不知道 你對他是埋藏著一份深愛 沒有 聽你親口講過 這個三不五指 愛要及時 真的利用這個機會 跟他說吧 可是一到了這樣子 就不要講這樣子才唯美 沒有 他也看到這個節目了 既然看都看到了 你就跟他說吧 就跟他說吧 對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就是 其實我 我小時候真的是非常喜歡你 然後 但我一直不敢說出口 但現在知道你很幸福 然後也有兩個很可愛的小寶寶 然後真的就希望你們 就一直長長久久的幸福下去 然後我也會持續的支持你們 然後祝福你們這樣 對 很棒 很棒 人家很大氣 而且試過今天呢 聽說他頭髮不是也越來越少了嗎 沒有 那是他的故事 對 對 那是我以前喜歡的人 對 有時候人 人有時候說沒水準 也真的很沒水準 他們那麼愛 那麼地糾葛 可是會釋懷 因為對方外型改變了 我們就突然 突然開心起來了 歲月不饒人 OK 來 第三條是什麼呢 我為你見眾三年 你三週就跟別人交往 誰 太夭壽了 是我 是我 因為我就是高中期 高中期的時候 大家應該是發育 發育期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 瘋嗎 有人長高 有人變胖 對 但是我是變胖的那些 妳是往橫的發展 對 往橫的發展 然後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沒有 就是因為那時候不懂 是要減蹤還是怎麼樣 我就不懂 但是我就是戀愛了一個男生 就是同班同學 然後有一天就是我就 因為我很想告白他 就是能不能當我的第一個男朋友這樣子 但是呢 沒想到 我在後面就是這樣經過的時候 他跟另外一個同學 就是在聊 就是他們男生在聊說 他是比較喜歡 高的 然後腿長的 然後瘦的 那前面兩個都不對 然後就後面那個瘦的 我至少我就可不可以就是自己救回來 有沒有就是減重啊 還什麼的 那時候我才就是 就感覺就是 意識到我要減重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減重 因為我們是從高一的時候 認識他到高三 就同班同學一起上來 然後我終於就是減肥成功 我就不吃不喝水 我就長不高 就是沒有辦法發育到前面來 但沒有關係 我就想想說就是那一天 但還是給你受成功了 對 那一天就是想要就是那個告白 但是沒想到他就是認識三個禮拜的女生 就是在一起 然後他說就是他很開心 就是跟大家說 我有女朋友 然後女朋友多漂亮之類的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感覺 這樣子就失戀之後呢 就是因為我就遇到就是我老公 就是在就我就是離開就是韓國了 所以我就回到就是台灣嘛 台灣之後呢就是 就是那想說我要自信一點 我要勇敢一點 因為就是愛情是要勇敢爭取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已經瘦了嘛 所以我就覺得就欸減輕了 所以我想說就是好試試看 但是我那時候我老公是已經有三 三年的女朋友 然後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 因為我也不想當他的什麼是小生之類的 就是但是我就回就是聽到他剛分手 因為分手之後呢 好 機會來了 對 機會就是要好好把握 就是那時候MSN時代 就是我就一直丟給他音樂啊 然後就陪他聊天 但是我就覺得這樣子 就是我就找到就是我的 真命天職 對 那我就覺得 就是女孩子呢 就是有自信的一個方法找回來的話 是個很重要的部分 要讓自己的外型喔 對 永遠維持在一個最佳的狀態 對 像韓國好 對 像韓國呢 就是有一個非常的 就是大家 每一個女生都會知道的一個金句 因為他說就是 如果你減輕的 就是減輕的話 比整形還要十倍就是有效的 那種整形效果 所以就是你不用去整形 還要就是你就把它減輕的話 就會就是 就是就有效 最有效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要就是 就分享給大家一個非常棒的 氣色發巧克力 女孩子都比較喜歡吃甜食 但是甜食 想吃就是 但是有一點罪惡感 但是就很想吃的時候 就吃進去了 就是吃到就是身體還是腫了一圈 有沒有 就是很後悔 吃甜食就變胖了 對 剛說要變輕 然後拿巧克力出來 我就覺得很矛盾 大家都誤會 我想說你是不是 巧克力不是會胖的嗎 對啊 它裡面是來自法國的 瓜拿納的柑橘萃取 然後還有六項專利的 就是專利的一個阿拉伯湯 其實像我啊 我這怎麼吃呢 吃飯前三十分鐘之前 吃一片一到兩片 因為三十分鐘 就是讓他身體是下滑 然後就是像晚上的時候呢 就是夫妻就很好 就是要喝酒嘛 我們一起喝紅酒啊 紅酒搭配巧克力是非常非常好 對 然後就運動之前 就是在吃一片的時候呢 幫助就是大家的一些 就是減輕的部分 這個等於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想吃零食 但是零食大部分都會 越吃越胖 可是這個呢 可以滿足妳吃零食的欲望 因為像我們女生 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愛吃 然後就是很愛吃那些巧克力 然後甜點 你知道每天你知道 甜點就是女生的另外一個胃 但是吃那些就是對身體 其實很有負擔 然後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我最近也有在吃 然後是我身邊朋友 都非常非常推薦我的 我覺得它很棒 它這個就是 它不像一般的巧克力 它這個巧克力是妳 想吃妳就可以吃 而且它是不會造成妳任何負擔的 對 而且還可以幫妳維持好的體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棒 很適合我們就是女生 尤其是女藝人想要維持好體態的時候 然後我還有發現 它其實有那個 來自於72%的那種黑巧克力 所以很棒 而且它是那種天然的食材 然後它是來自巴西那邊的可可豆 對 所以妳可以吃得非常棒 像妳知道我們女生就是 就是像單戀嘛 妳不知道妳會單戀多久 多久 吃甜食可以 吃甜食可以 吃甜食 對 所以也可以讓自己心情變好 然後像這個妳就是 妳不知道會等多久 妳就也不能吃那些太甜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可以幫妳 讓妳漂漂亮亮 等待妳的真命天子的那一天 沒錯 因為很多人單戀過程就變胖了 因為他就是吃零食在化身 對 所以嘴殘的時候 你想吃就吃 像我真的覺得配紅酒好好吃 對啊 真的是好搭 好搭 但是可以取代零食的 可以 取代甜食 湯阿卜糖味道還滿特別的 OK 來 我們來看看 第四條我們的單戀戀心故事是什麼呢 第四條我們的單戀戀心故事是 什麼呢 告白被拒絕 再見面是她的結婚日 在國小大概五年級的時候 五年級 然後我們班上就來了一個轉學生 然後他長得就是那種很像漫畫出來的男生 又是又高又帥 都沒大眼 還好 他就是瘦瘦的 但是那時候很流行那個林志穎的頭 他就是那種那種麥當勞頭 但是呢 他跟班上的男生不一樣的是 他有染頭髮 然後就是他是那種喜歡游泳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漫畫裡面走出來的男生 然後我就想說 找個時間要跟他告白 就是有一次就下課的時候我就看他跑得很快 然後我就說 他要是去了 把那個小的 我那時候還指了那種 我跟妳說我還準備了兩個 想說讓他猜 就是想說 是或不是他想要拿哪一個 這樣再退回來給我 這樣子我就知道 結果那天我就說 這兩個給妳 然後一拿 對 就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突然兩位害羞起來了 對 就說 然後他就拿著 他說這是什麼 我就說 就是妳回去看 然後妳再跟我說這樣子 結果 他在我面前 我就看他 就是這樣 就這樣 他打開 打開完之後就說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我那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游泳隊的 然後他的 他的另外一半也是游泳的 然後我就很想看到他 然後到高二吧 到高二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就是有見到他吃飯 就是他有帶他來 那我就覺得 蛤 就是他也沒有 也還好對不對 就是也還好 就是我覺得 那就是真愛 我條件也不比他差 長得有比妳漂亮嗎 我就覺得 我就很難過 一定沒有 就是他才會這樣子 沒有 真的沒有 妳撥了良心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而且 游泳校那個女生都比較快 對 他是那種壯壯的 就是我就覺得 我個性也很難 那女生也就不是那一種 這樣嬌羞的 我也不是 我就覺得他怎麼不喜歡我 所以我就趁著 我們大家一起去唱歌 喝酒的時候 妳還去問 我就 妳真的是夠煩的 難怪妳們那麼多年了 每個人都移在一起 妳還問 她就是咽不下 被拒絕的那一口氣 對 因為那時候喝得很醉 然後我想說 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 我怎麼有辦法那麼清醒 他女朋友一上廁所 我就看完之後 一轉過來就裝忙 就說 他說 妳為什麼不喜歡我 就真的哭了這樣子 妳有倒在她身上嗎 妳還哭啊 我哭了 然後 小姐 我的天啊 你到底懂不懂男人啊 回去之後我覺得好糗 好糗 我都不敢跟她聯絡 我就跟我那群朋友說 不行 我不能這樣 好 我就太丟臉了 然後後來呢 我們過了一陣子 還有樂長哥 因為那時候 他剛剛我就聽說 他跟他老婆吵架 因為 不是 你還有聽說這件事情 不是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太早結婚了 還是妳的爐內自己的生意 他們太早結婚了 而且他們的興趣都是游泳 所以他們不知道做什麼 做什麼工作 所以他們就是跑去擺地攤 然後不是收入不是很好 人家快樂 然後有小寶寶 很辛苦 人家甜蜜 不行喔 不是 因為她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我就覺得我很心疼她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她說 妳一定要幸福 那妳誰啊 妳心疼她 不是 妳不要跟老婆吵架 妳不要好好的 我覺得妳的問題是久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想起來 我都覺得那個純粹的愛 真的是 妳會很 不純粹 純粹 妳是要吃人 妳有些是底裡了 那個夾雜的瘋癲 我沒有要擦針的跟我在一起 我只是覺得那個時候 只是一個不甘心 只是一個沒有辦法放掉 那個時候這麼純情的我自己 對 好 妳要這樣子講也可以 先放過自己 我們讓妳 我跟妳講 因為家瑋 多段愛情故事 有時候上網也查得到 來 怎麼會 妳 哪有 妳如果不改變 妳很難找到真命天子 好 每一個人都會有 她改變 每一個人 跟國賢多討教一下 是 還有30萬的經驗 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 單戀 虐心的故事 真的會讓妳很揪心 但是相信 就是經過這些經歷以後 我們都會學習更好的路途 然後可以遇到真命天子 沒錯 真命天女 真的 三不五時 愛要及時 你們每次在講說 什麼不敢開口 然後不敢表白 在我的字典裡面 就沒有不敢兩個字 我喜歡我就會講 我老婆怎麼追來的 我當時如果晚一天 她就是變了女朋友 我的困難更大 因為我是原進辦公室戀情 我自己是老闆 對啊 我要變辦公室戀情 對 下溪下景 可是我不管那麼多了 傻臉自己 我就是故意約她吃火鍋 有事情要交代 她一口牛肉身 她放進嘴裡面的時候 我突然筷子 老闆怎麼了 你從明天開始當我女朋友 試試好 好花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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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喜歡 你就要及時表達 對吧 不要等 最慘 最差 就是被她打槍而已 打槍也不會痛 好險 祝福大家從三戀 可以變成熱戀 然後祝福大家永遠也要開心 找到自己的幸福 謝謝 恭喜國賢達到真愛 恭喜國賢達 恭喜國賢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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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